人民的愚蠢 總是招來全力的無恥 身為全民最大黨的老百姓們 奮起吧 歡迎收看全民最大黨 大家好… 一開始就金馬獎神 拿才金閃閃一個 鳳梁長 誰會看到本土的親馬印第 就是我 歡迎收看今天這個全民最大黨 全民做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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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就是金閃閃的馬如梁 我非常高興 歡迎來到這節目當中為各位主席 有很久沒來了 今天我們討論什麼題目呢 就是說這個招選票 藍利的候選人 全大家說在廟口開港 是不是要請胡瓜也去主持一下 很深色 剛才選舉的時候 現在都要拉攏選民 要去廟口演講 但是我就不知道說這個 馬英雄到底有這些材料 來去走廟口嗎 因為廟口你就一定要說 大家去看什麼 不然去廟口說 所以我們今天來討論這個題目 總之為了 坐我們的這個招選票 不是別人 就是說現在這個 一直在騎重行機車環島 我們的重行大哥大 輝哥給我歡迎一下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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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的親愛的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綜藝大哥大張飛 這個 輝哥現在都沒有在電視看 你又很不習慣 你知道嗎 很不習慣 完全是不習慣 因為你是大家的老朋友 是啊 每個禮拜六看到你 開開心心而已 每個時候開個節目看看 這個開節目不是 不可同意而已 對不對 這樣講 如果今天我離開了演藝圈 那你看這個製作人 會不會找我開節目 應該還是用真國城 不是 當然是用非歸萬 如果是用別人的話 那就表示我們真正要退出了 當然市場上不是以酬勞 以價錢來定生死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個我是為台灣的巨星 持續的在努力 是不是 能夠把這個價錢標在那邊 永遠不醉 這是我的夢 理想 但是這個實不我語 是不是 我現在只好去騎重機 等待機會在東山再騎 謝謝大家 謝謝 請問我們是觀眾 在台就對了 好 再來歡迎這是台北市議員 很高的這個 拚市政府的 那個 好農賓看來 這皮皮剌 來 莊瑞雄 大家好 我台北市一位小金剛莊瑞雄 我今天一開始我就要說 馬英九總統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了 好 你現在走到哪裡 都看一瓶米酒 誰不知道你在店 店說 你上任了 米酒就降價了 你如果有材料 你怎麼不拿一瓶奶粉 好 現在奶粉說要降價 大家在外面這樣 唱到這樣又排隊 瓦斯咧 瓦斯也降價 油 糖 一大堆 你如果有材料 你都把這些物價降價來 愛護理由 謝謝 謝謝 沒想到他也會唱這個 也是會唱豆花妹 豆花妹 愛護了油 油 油 什麼 沒有啦 飛哥也是不錯 都跟年輕人都做會了 對 所以歡迎去 綜藝的造假天王 那個沈毅玲給歡迎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沈毅玲 其實我在這個地方真的蠻 相信飛哥可以東山再起的 但是希望飛哥這樣 因為我們很會做節目 你把它做起了嘛 但是因為我現在已經是通告咖了 而且我穿這個戰袍來 這是說視率的保證 對 我說我在上康熙的時候 因為這個節目整個效果非常好 但是我是覺得飛哥如果說能夠 放下一個身段跟我們一樣 穿著這個國標舞 表演國標舞 相信應該飛哥再開十個節目 都沒有問題 但是應該要像我這樣子 非常認真 非常敬業的精神 雖然我對於舞不是很了解 不過很多人都 因為我看到我跳舞之後 整個肚子都很痛 整個胸部 因為他們笑到肚子痛 所以我希望說將來 我有看過那段 我一點感覺沒有 沒有笑 沒有 別笑了 但是因為就是 就是喜歡看到 藝人認真的態度 因為有認真的話 你就會覺得 認真很好笑嗎 你那種是認真嗎 很像是在互健耶 不過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待會兒會願意 奉獻我個人的舞技給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好啦 各位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題目 就是這個題目 說 變成這個選票 藍利的好賢人 專台廟口在開港 是不是要請胡瓜去主持一下 其實我們台灣 有三個口很重 廟口 敵度口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孫而已 不是 那個叫做 江湖 不是江湖 那個車頭口 車頭 這都是很重要的 這三個地方 你把它沾為 你這樣可以拚一下 就是這樣 所以我算是廟口的老大 今天我們就在討論說 這個廟口 對我們台灣影響有多大 想想為什麼 兵家必勝之際就是廟口 我們問一下輝哥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像胡瓜做一個 做廟口的節目 跟鄉親大家拚感情 是 你為什麼不願意出一個外景 跟大家撥感情 大家都很喜歡你 這是你個人的這個看法 是不是這樣 你如果去西鄉 跟大家一起 你絕對人氣超過福 而且 飛哥你如果站在那邊 讓人家拿水球砸你的話 那個抽勢力就會變很高 因為你的車頭 你是在那裡 你是師父 不是師父 現在師父是這個 不好意思 師父 這個講的是一點都沒錯 問題我剛剛要跟大家講 這個其實啊 胡瓜 這個算是 還不是這個最早 跟這個廟口接近民眾 我要說啊 台灣的演藝圈 最能夠接近 貼近民意的 是白冰冰小姐 她可以說一張嘴巴 可以從頭講到尾 那個鄉親啊 被她是弄得團團轉 這個白冰冰 是可以到廟口去做節目的 還有什麼人 還有這個 當然就是諸葛亮 是啊 當然 諸葛亮因為 你是怎麼沒買去 不是我 我要講的就是 因為我跟瓜哥啊 畢竟是風格不一樣 是不是 瓜哥走的是即興的路線 所以說他可以選擇 去廟口做節目 那你走的不是即興路線 我走的是 精緻路線 精緻路線 就等於說是 適合在攝影棚裡面 吹冷氣做節目 當然我們也沒有那個本事 在外面拋頭露臉 不是啊 但是你也做的 戶外運動啊 譬如說清航機 騎中機 都做的 為什麼沒要走廟口 嚇到了 廟口不能衝浪嘛 是啊 是啊 也不能 清航機在那邊請嗆 不是 開玩笑 那我要講就是 這個 講什麼 你為什麼不信廟口 不是 這個要到廟口的時間 還沒到 還沒到 等到我真的 三窮水盡的時候 我再去廟口 連打工到這樣 要到廟口 是很辛苦的啦 是嘛 你知道那個胡瓜 打到都有曬斑啊 你知道嗎 不是肝不好耶 那裡頭一直打 那隔... 隔...隔壺 隔壺 隔壺 滑到這樣啦 是嘛... 我跟你說啦 這個我非常了解 但是曬斑比師斑還好 真的 馬大哥啊 對... 馬大哥啊 馬大哥啊 你剛剛講那句話 好像有點在影射我 不是 你如果常常坐在家裡會失禁 會有絲斑 絲絲的那種斑 所以說藥活就要動就對了 對啦 藥活就要動 我跟你說啦 為什麼大家現在 全部都要跑去那個廟口 就是國民黨都在學我們嘛 就不知道啊 就想說 人民真董 都在廟口這樣 一開槓 哇 人山人海 那他應該說這樣 好嗎 好 對不對 對 但是你這樣看 是馬音Q沒有這個材料回去 他台語又說還沒練回來 對啊 他也沒有開創像人家胡瓜 胡瓜到廟口去 人家有開創他自己的slogan 他如果這樣比一下 下一個 有嗎 好 這會贏 對不對 這會贏 一天就下一個 好 很多歐巴桑說 衝起來 都衝起來了 對不對 你國民黨也不去想一個新的slogan 都要帶我們後面 我跟你說啦 這樣拚不贏我們 謝謝啦 這個 這我就要問一下我們的製作人 因為這個造假天王 我們的這個神毅霖也是 這個很改 對 我做過外景的節目 像這樣子外景的節目 你也做很多 很多 都是對的 你看國民黨這個時候 如果真的要去拚廟會 或是拚廟口 有這個材料 你看看 其實我覺得應該 這個東西應該是根深蒂固的 比方說你要說 在廟口裡面 好像都是說要 要跟神明 要有直接的關係 就是神明會保佑 保佑認真的人 我是覺得說像 如果說像我們菲哥 要去做節目的話 一定旁邊要配很多的 比基尼辣妹 因為菲哥現在是覺得 對於女孩子 比較會有那種精神 有的時候 你如果派了太多那種 男生去的話 他的心情就會不好 所以因為只有比基尼跟這個 親娘的畫面 其實才是收視率裡面的保證 但是國民黨的 你說他在廟口裡面 會不會有一點 比較好的成績 我覺得基本上是會有的 但是你要找到一個 會做節目的製作人 比方說你要找這個 參選的立委們 一起在玩這個 做氣球的遊戲 最好做到這個 兩個腿斷掉 你覺得我現在立委參選人 去玩這個遊戲 有人要看嗎 因為會有很多 因為還是有很多 很多人會討厭國民黨的 還是有很多人會喜歡國民黨的 所以他們有一點 有一點這種效果 人家都是喜歡看人家出球的 人家看到政治人物 就要噴嘴了 現在你看到做綜藝節目 有人要看嗎 好啦 主持人 我告訴你 簡單講 馬英九太乾淨了 對不對 他連打壓到六千十八頭 擺著冠槍就不會 這樣怎麼會有選票 你意思是說 索高專 他處理問題的意思是嗎 我當時有說 我從頭到尾也沒有說 你來接這個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是 穿穿去的就知道 對 但是這個 我在這邊講一個 政治人物選擇在廟口開獎 這個是聰明的選擇 因為廟口的文化 是我們台灣代表文化 是啊 所以說這個廟口是台灣 早期我們聯絡感情的地方 然後也有娛樂活動在那邊產生 什麼布袋戲 露天電影 還有這個歌仔戲 對不對 KTV舞蹈表演 還有脫衣舞 如果剛開始脫衣舞 開始表演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很急促的腳步聲 就聽到我媽很尖叫 阿姑你給我洗回來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一群小孩子 就被拚著耳朵就回家 當然有時候我爸爸也會被拚著耳朵回家 所以說不過這個一風而散之後呢 我們還是會聚集在某家庭院 然後討論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內容 所以說這個脫衣 不是 所以說這個廟口文化是 從小伴隨著我們長大的 是缺一不可 而且常常會在廟口看到不一樣的表演 這是我們台灣很不一樣的 跟別人不一樣的 是非常難得的 是 謝謝 好 關於這個廟口的這個事 嚴重來討論 郭敏東感到這個材料 是在廟口唱選票 來 日表公主 來 回來 謝謝 抓到網路點擊